约翰来到枪店里买枪 他打了两个月的工 就是为了今天 他要首任仇人 可当约翰查询到仇人地址时 电话那头的人却直接告诉他 他要找的尼尔森法官 已经去世三天了 约翰又懵又气 他这一生都被这个叫尼尔森的法官给毁了 如今对方安然理事 让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原来在约翰八岁那年 他偷了辆基金会的车 当他拿着车里那张巨额支票 去银行兑现时被抓了 本来只是年少无知的幼稚行为 却被尼尔森法官重判了七年 这也直接导致约翰从一个孩子 彻底变成了一个罪犯 因为无法融入社会 约翰出狱后多次犯罪 多次被捕 每次审判他的都是尼尔森法官 每次都是重判 算一下约翰人生最美好的20年 都被这个法官给抹除了 约翰来到酒吧买醉 却在报纸上看到了尼尔森法官的儿子 小尼尔森 风光无限的新闻 这可让约翰开心坏了 他要好好准备一下去拜访这位尼尔森 乱一下仗 约翰来到了尼尔森的演讲现场 当尼尔森在演讲台上慷慨沉词时 约翰已经摸进了尼尔森的车中 不仅往对方的咖啡里吐了半杯吐沫 还堵住了对方哮喘喷雾剂的喷口 好巧不巧 尼尔森在回家途中喝了口咖啡后 立马犯哮喘了 眼见喷雾吸不上来 他急得冲进药店找药 因为说不出来话 尼尔森急得就像一个犯病的毒贩一样 店主怕他做坏事 拿着枪在那防备 此时在外看戏的约翰上来补刀 往天上开了一枪 店主听到枪声也跟着开枪了 就这样尼尔森直接被捕下狱 刑期五年立即执行 约翰的目的达到了 可他的心里却空落落的 他觉得要是亲眼目睹尼尔森在监狱的惨状 那这才是加倍快乐呀 就这样 约翰再次犯罪被捕 和尼尔森一同送往了监狱 从小就在此长大的约翰道清路熟 成功跟尼尔森分配到同一间牢房 和善的宿友约翰告诉尼尔森 在监狱里 你越哭被折磨得越惨 死得越快 所以最好装得凶狠一点 才不会被人欺负 而今天就是第一天的午饭时间 约翰向尼尔森介绍了监狱中的白人帮 老大叫做纳德 是真正的恶棍 在监狱里 唯一能和他们对抗的组织 只有黑人同性联盟了 约翰警告尼尔森 12点15分要准时起立 可尼尔森却没当回事 结果时间一到 恶棍纳德直接在饭堂里捅人 一旁的尼尔森被吓傻了 面对看守的质问 在约翰的暗示下 尼尔森举报了纳德 让对方关了禁闭 谁知约翰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尼尔森这个心来得太鸟 在第一天就举报了监狱里的黑帮老大 那基本就是死定了 而刚才的恶性事件 和在澡堂里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比起来 可就微不足道了 尼尔森在澡堂里居然被黑人同性联盟的老大 巴里看上了 好在约翰还没报复过瘾 硬护住了尼尔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约翰用监狱里的流通货币香烟 四处买通人手折磨尼尔森 憋了二十几年的仇怨 终于在仇人的儿子身上发泄出来了 一段时间过去 尼尔森已经小心的 连洗个澡都会心惊胆战 防备不测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好朋友约翰 将他卖给了一直对他眼馋不已的黑人老大巴里 尼尔森小心防备 也躲不了正面袭击 他被带到了巴里的温馨小窝中 一夜一夜的过去 时间很快过了三个月 麻木的尼尔森却收到消息 当初他举报的白人老大纳德 就要出来了 绝望的尼尔森只能找到监狱里 卖毒品的药剂师 买了一针劫测灵真剂 想要自杀 可对方比他来得更快 一番争斗下 饿过纳德 发现了尼尔森的自杀真剂 他却误以为是毒品 随即立马注射真剂 直接暴毙 当尼尔森将纳德的尸体搬运出来时 监狱的白人帮老大换人了 当巴里想要在厕所强攻尼尔森时 尼尔森的白人手下冲了进来 立马制服了巴里 眼看就要给巴里开膛 尼尔森却选择放过对方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吗 就此 尼尔森成为了监狱史上第一个 囚犯们共同的老大 他教着小弟们打太极 演戏剧 一片祥和安宁 连狱警和囚犯们都对这样的生活很是满意 但约翰却成了整个监狱里唯一不爽的人 眼看尼尔森的保释期将近 约翰决定将对方继续留在监狱 他先把尼尔森下药迷晕 接着在对方脸上留下种族主义的标志 等到一无所知的尼尔森苏醒上庭 判决官看他这副模样 至少还得关他多两年 回到狱中 尼尔森气得跟约翰大打出手 而在缠斗中 约翰说出了自己的复仇秘密 此时狱警冲进来 将两人分开 监狱长决定让两人进行生死对决 只有一方可以活下来 平静许久的监狱 突然又有了乐子可以押住 可把狱警和囚犯们高兴坏了 此时尼尔森的相好巴黎已经出狱 生死难测下 尼尔森将自己在外的所有资产都交给了巴黎 很快决斗开始了 谁死谁就输是唯一的规矩 肉搏当然是混混约翰占了上风 但不料尼尔森掏出了螺丝刀 而约翰准备的更齐全 两人又肉搏在一起 约翰再次占得先机 他一刀插向尼尔森胸口 螺丝刀却断了 衣服里面居然是块车牌 好家伙 最后两人都掏出了一只毒针 直接捅向了对方 最终的结果居然是同归于尽 把整个监狱的人都看蒙了 之后两人的尸体被抬出监狱下葬 而两个人的墓却只有尼尔森的家属来祭奠 那就是巴黎 等到深夜 巴黎打着车灯挖开了尼尔森的坟 他居然没死 原来尼尔森早就跟约翰和好 并密谋了计划 请药技师制作了能制造假死现象的真迹 以此来逃狱 而在外的巴黎则用重金买通了法医 一场场戏下来后 尼尔森终于逃出了监狱 唯一让他戒怀的 是约翰这个仇人也跟着出来了 尼尔森想将约翰这个骗子活埋 却被巴黎劝阻了 正是因为约翰 两人才能相遇 不是吗 随后两人将约翰挖了出来 丢下他一人后 便携手离开了 直到多年过后 尼尔森才原谅了这个 和自己同居了多年的老友 三个不打不相识的囚犯 成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同居老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